好,這一節就是最後一節的問答環節 放了機會立即打電話來問郭Sir 電話耳線是204-6566 或者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潘先生,是嗎? 是 你好,潘先生 你好,郭Sir 我想,我們主要交換188 如果是11個9號幾號 如果他怎樣看,還有沒有分別 會否反彩 OK,好,188招金礦業 最新估價表現方面 跌接近4% 跌近4.8% 這部11.9 差不多這些位置入貨 阿Sir,還可否升多一點 我想,會進一步向下行 第一,股價已經走在10天、20天、50天線之下 這個今日的下跌 跌穿了過去這三個月的低位 最低限度會進一步向下行 現在這一分鐘 有一個整固的區域 大概是在11.5至12元 即是剛剛好現價 可能來到這裡會有初步的斷定 但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短期暫時來說 還是持續向下行 直至到股價慢慢走回來 斷定了 回到10天線樓上 才可以擺脫了逐步向下市低位的威脅 現在這一分鐘仍然要向下行 不過你拿得少的話,我就不給你意見了 因為實際上不是今天會的 一早已經 持續反覆帶遠 恆子一直向上找高位 他的股價一直向下行 你看得到 若是大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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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考慮自己的防守能力和能來 減磅也好 止蝕也好 真的要自己決定 若是小股價 就無相關 暫時可以等等 不過有心理準備 仍然會進一步向下行 甚至試一試11元 或者11.5元的支持都不頂 小心點 OK 潘先生 是否還有其他一件事 是129公斤 因為我抽了一點 我想問我們哪個股價 可不可以加住 可不可以長線 可不可以長線比較短炒 OK 好,IP好抽回來 現價方面6.27 其實基本因素都是偏好的 去做一些大型基建工程的方案 和設備解決方案的生產商 尤其是在一些發電的機組那邊 去整條龍提供 包括融資、建設、後期的物料等等 都是全部由去提供 IP好回到現在博有微利 如果我的市場不是那麼淡靜的話 股價可能會上去6.8到7元 都不頂 可以輕輕再加住 應該這樣比例 如果IP有4000股 現在再買到2000 問題真的不是那麼大 我自己覺得 今天好像2億9400萬股的股數 已經轉了手 是6元樓上轉手 如果一旦大市明朗的話 股價輕輕踢上去6.8到7元的機會 是相當高的 可以加住 好不好 好 OK 好嗎 潘先生 OK了 即是可以在6元附近加住 對 可以在6元附近加住 對 好 OK 多謝先這位一群觀眾 之前潘先生問一把白礁礦業 郭Sir的分析都看到這股份 前景暫時不太低 亦都可能有繼續跌下去的機會 其實是否因為看淡金價方面的表現 金價我反而不是看得那麼淡 因為我覺得環球的資金供應這麼充裕 未來的通脹的威脅一定會很明顯 但是太多人拿金了 你凡是任何商品都好 大家買齊全等你升的話 那樣東西真的不能升 好似股票亦如是 金價亦如是 但是不會大跌 老實說 再說 這一分鐘來說 暫時那個勢頭 仍然是反覆大月 但是去到 有個低位 例如11元左右的水平 當大部分的 估額已經漸漸漸漸被消化了的時間 一旦斷掉下來 不排除 慢慢又會開始 新一輪的小升浪 大跌的機會 不大 但是反覆大遠 始終來說都是 上落大遠這個格局 暫時來說 改變不了 至於金價 去到1782、1784 左近 已經行人止暴 除非有特別的 事情突然之間發生 造成一個比較大跌的刺激 如果不是 你要升過1720 再進一步向上限 大幅度升 似乎也比較難 因為 大家持續等升 老老實實 有哪一個推上去 大家想一想 相反而言 一旦回轉 或者跌轉 1680 金價 高價持續那些 可能有個別有兩隻要止蝕了 有些就要減磅了 因為黃金買賣 一部分是實金 一部分是合約形式賣 合約形式賣 是給少少孖展 握一手 合約 如果孖展金 輸了 要不就補 沒有得補 自邊 就要減 或者減 這點 和 金價的 基本因素 是沒有太大關係的 大家要留意 好 說到金價方面 就看到創了四個月的低位 在上個家人來說 看到紐約二月的期間 收市是收毀每盎司 1645.9美元 跌了21.8美元 都可以留意 好 我們現在不如先聽聽電話 先說一下 優小姐 主持好 是 主持好 你好 我想請問有三個板塊 你覺得哪個板塊 你好 煤炭 內險 和水泥 我想你給我推介一隻 股票 和給我入位市 麻煩你 我先收線 好 OK SIR 不如先看看 1088 中國神話 煤炭股方面 最新股價表現 跌了1毫 報33.65 優小姐都選了三個板 三個都不同 很難比較 很難比較 煤炭 壽險 水泥 如果我三個板塊 我選一個 我想 這一分鐘 我會等機會買 水泥 因為實際上 龐大的基建 一定要啟動 尤其是 要保持 7.5%的經濟增長 還有 補償性的廚房 還有 去年發展商 即今年發展商賣 賣得很成功 來年都要繼續發展 任何的樓盤 的起動 都需要水泥 所以我覺得 三個板塊當中 如果 穩健一點 買基本因素 第一選擇 應該是水泥 包括安徽海洛水泥 3323 中國建財 和華南一帶 最大的水泥廠 華雲水泥 如果三個選一隻 你不是太進取的話 你可以選擇 1313 華雲水泥 市盈率低 只有7.8倍 其實息率也不差 如果進取少少的話 3323 應該是你的選擇 貪匯的市盈率 仍然是低的 當然不知 如果A股來年 有很多ETF 你可以考慮 但是 撇除了 ETF的產品之外 你可以考慮的 反而是中國人手 因為它持有1800億 人民幣的A股投資 如果A股走上去 中人手股價 市場26、28 甚至30元 絕不為過 簡單說 如果資金許可 儘量買一些 1313 或者3323 你拿著注意 兩隻選一隻 其實 火車頭應該是3323 不過有些人覺得 1313華雲水泥比較便宜 適除專便 沒什麼所謂 1313 或者是 26、28 買些放在組合裏 少許風險 是會有的 但是 基本因素 是偏強的 可以留意 跟進 剛剛 SIR說了兩隻股份 股價表現 1313 賣華雲水泥方面 去到5.01元 暫時跌4 另一隻 內險方面 國壽26、28 都要下跌 跌2毫 報23.9毫 兩隻都可以選擇 邱小姐 是否還在電話旁邊 如果邱小姐有任何其他問題 歡迎打電話 電話熱線 是204 6566 之後 SIR 不如談談 市況方面的情況 恆子 最新跌180點 報22,479點 成交金額方面 468億 都好像比較少 大家都開始放假 亦有很多基金經理 早已放了價 亦看到 衍生工具方面的市場 尤其是牛熊症、卵症等等 都比較淡薄 暫時來說市況 在這麼淡淡的情況下 應該是怎樣部署 其實是不部署的 因為你拿了貨那些 你現在就磁形保貸 等到未來 明年第一季度 市場再進一步推上去 就替位食戶 相反來說 如果一直拿著現金 九月沒有買 十月沒有買 十月沒有買 沒有理由現在來入市 因為 大市 沒錯 我們看明年一季 是會進一步推上去 但中間可能 都會有一點點反覆的 對一些人來說 總是覺得 買貨的時間 要等到 勢頭很紅的時間 猜到很旺很旺 我追下去 明天一定升的 我才買 其實都不是說不對 只不過在那一刻 你根本上不可能買到平價貨 例如一些內銀股 如果一直有賣又賣又收集的話 現在 根本上賬面上 賺了 15 或者20%的利潤 但是 一定要等到 開曝才賣 你就可能 越追越高 到最後 不願不願之下 可能甚麼都沒有買 都不頂 來到現在這一刻 由於 12年剩下的交易日 不是那麼多 只有幾天 中間還有24和31是半日市 可想而知 市是一個先低後高 12月份 但是由於 大部分的 投資者 或者基金經理 都已經是放假的 那個心態 都是要 迎接聖誕節 大年假 所以 市場上 是沒有甚麼人 有心機去亂戰的 買和賣 都兩行 只剩下一些衍生工具 一些 相關的 動作 完成 一個 交易 其實 意義不重大 不過技術上今天跌一跌 大家都要留意的是 十天線 恒指現在有少少 反覆回視十天線的威脅 一旦跌穿了十天線 最低限度 意味著 整個逐沉頂的格局 海浪 放慢了 當然 22,683點 是不是今個月的高位 暫時來說 不能夠太肯定 雖不中 亦不軟 今個月暫時來說 波幅 996點 其實 劃多小已經可以滿足了整個月的要求 謝謝SIR 辛苦了 OK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是直播環節 是我們 全日總結的環節 看看今天 港股全日的表現 和一些表現比較突出的版塊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是直播環節 加齡觀眾 不要走去